早上9点15分 坐车抵达北院门口 柯文哲穿着白色衬衫 准备应战积压庭 面对提问没有任何回应 但跟上一回被带进北检一样 面带微笑走进去 不过得二度面对积压庭 柯文哲是被高院法官认定 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这回律师团中 也多了一名电机系出身 转战当律师的萧以红 柯文哲早上9点多 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那他是可以和律师 来先阅卷的 就在上午阅卷完毕之后 将会在下午2点 正式展开第二次的积压庭 不过这次阅卷 同样是限制阅卷 第一次积压庭 北院认为柯文哲不是 北市都委会与会人员 无法直接窒息开会情形 自身也没有三官专业 检察官所提示证 还有其他合理解释的空间 犯罪嫌疑不重大 无保请回 但高院认为 依照彭震生 朱雅虎 以及邵秀佩等人的证述 朱雅虎与应小微的对话 柯文哲被扣的 随身物品记载内容 在参着朱雅虎受 雇神庆金的墓地 神庆金行贿 应小微犯罪嫌疑重大等等 认定柯文哲 有积极接入金华城的客观事实 发回更深 其实彭震生可能有针对 金华城隆基律案的一些重点 针对一些关键的时间点 或者说公文是谁签署的 或者说以及到底谁交办 谁放准 那其实都是检调 所掌握的新证据 北检抗告书多达20页 除了补强原本的试证 恐怕也补齐了其他新证据 希望能让柯文哲 面临强制处分 而面对检方提出的新试证 柯文哲和律师该怎么应对 会认为说应该没有要 没有必要再去限制 柯文哲的人身自由 对那检察官着重的重点 还是在于说 毕竟柯文哲 他是前台北市长 那他对于目前可能的 潜在的证人 他是有所谓的实质 影响力存在的 不过高院审理后 并没有自为裁定 而台北地院当初认为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法界人士认为 改为交保的机会比较大 而柯文哲最后会 面临什么结果 命运掌握在 全省法官手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柯文哲卷入了金华城安 而这一次算是 他第二次来开机压庭 而全省的法官是吕正业 不过他之前也被 前民进党主席 施敏德指称是绿色法官 这回柯文哲碰上的是 直日法官吕正业 他曾被遗雇前民进党主席 施敏德说是绿色法官 2019年施敏德发文提到 汉王世间加重诽谤官司 就是他审理 曾在庭上和他说 自己是绿色法官 不答应和解 下午就要判你输 结果上午才开第一次庭 下午就败诉 但当时台北地院 两度调阅开庭录音 诚情没有施敏德指称的言论 审理程序透明公开 请社会大众误在已而传额 不过2007年 吕正业由律师转任法官之后 审理8个案件 每依照刑事诉讼法 用传票传唤被告 剥夺被害人 道庭陈述意见的机会 片面向被告表达否定 告诉人请求损害赔偿 遭监察院弹劾 月奉被减20%期间一年 这回将审理 柯文哲基阿廷 也被外界质疑 会不会是刻意安排 就这个案件历程的话 是高等法院 昨天傍晚才有一个 发回的决定 那相关的卷宗资料 才送回这个地方法院 那恐怕都已经是 半夜的情况下 所以可能因为实效性的关系 安排今天来做一个 审理的情况下 恐怕是比较难说 是刻意的操作 人为的需要进行 哪一个法官来进行处理 这样子 法界人士认为 值班法官在一两个月前 就会排班 而抗告流程比较繁琐 加上北检卷宗厚厚一叠 又是社会矚目案件 高院审理时间势必回拉长 要刻意操作 确实比较困难 因为宪法的话 有规定就是说 法官是操然的立场 有内心支持哪一个党派的部分 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 依法处理 要就客观市政来进行处理 不然否则 上去其他法院 也会把他现在原本的结果 做一个废弃的处理 那重新裁定 就是这种强制处分庭 都是值班的 所以因此被派到哪一个法官 其实就是填注定 这没办法去做一个安排 基于法律规定 以及自身的操守 法官没有依照事实 根据判决 恐怕也会担心自己受到质疑 压力势必也不小 但柯文哲 身为前台北市长 又是党主席 绝入闭案 两度面临接压停 每个环节都是关注焦点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连两天立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但同时间也忙着开记者会 吸纳游离小草 主席举刘采薇当例子 而议员也没辜负 主席期待 揭闭动作跟着来 秀出2020年 柯市长会议记录 刘采薇有满满质疑 当年6月20号 金华城发生公安意外 酿成一死悲剧 事隔一个多月 8月7号 陈会上 柯文哲就指示 劳检处加速办理复工 我会想要问的是 柯市长这么着急的 帮金华城提出 要加速这个劳检的程序 是不是因为后面 也希望他可以加速复工 那跟11月 他自己的签章 这个公展公文的签章 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后续金华城9月2号 申请复工 短短五天内 市府就允许复工 短短五天 我想对于市府基层 公务人员的压力 是非常的大的 我觉得是完全超译文字 只看一行文字 就需要去超译 看见黑影就开枪吗 朱主席口喊 支持柯文哲 议员却再抛 精华城争议 国民党是力挺 还是质疑 让外界看得乌萨萨 TBS新闻综合报道 朱安虎在上个月 被列为被告 甚至是秘密征讯 还让他走 求车道来离开 而没想到 这就是检方 抗告的关键王牌 朱雅虎在郝龙兵时期 担任兵议局长 卸任后 则到威京集团旗下的 鼎月开发 担任董事长 因为汉省庆经关系密切成了检方调查重点 查出他和应小微的对话记录 被高等法院法官认为 柯文哲积极介入金华城 华裔查不到的金流 可能会到了木可公司里面 简洁认定夹账案和金华城有关 朱雅虎跟应小微之间的 这个通话记录的连结 那从这两件事情 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柯文哲在这个对话记录当中 或者是朱雅虎的证词 里面有提到 柯文哲在这整件案件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关键证词一一搜集齐全 北检提出抗告成功 朱雅虎成了重要性的角色 正对被猜测 柯文哲埋的商办大楼 也跟他有关 到底金华城弊案设计有多广 现在被质疑应小微收贿 可能已经行之有年 是不是有什么部分要离心的呢 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 我觉得很棒 应小微上康熙来了 节目片段被挖出来 她分享当义工之路 说自己一做就做十年 而且没有领任何薪水 被主持人小S问到 那钱从哪里来的 应小微回复 会从天上掉下来 怀疑这时 她的金流就已经不单纯 已经开始收受汇款 穿蓝色外套戴口罩的男子 就是应小微办公室助理 吴顺明 是办公室中唯一被收押的人 现在也被查出 原来她曾经担任都发局的 副总工程师 是高阶干部 高院4号也发声明 已经收到她的抗告状 吴顺明被视为 应小微的防火墙 负责游说 怀疑角色不单纯 现在也力拼自由 随着关键人物跟证据 一一浮上台面 都是政府官员及名带 原本以为是个别案件 但现在案件似乎都有交集 虽然强调没有拿钱 但现在钱到底流入哪里 检方也交叉 必对调查 TVB重新闻就是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市长你冲动的说 给了560容积率 就是土力的金华城 我会下令他们杜华局 做行政主问公告 金华城必案延烧 七年前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咨询画面 统统被翻了出来 T型的基地 总容积量 它是392 这个L型的基地 就是你现在画红色的 它占全部T型基地的 70% 392除以0.7 那就是560 林郑署早上时任 独发局长林周明 他强调曾在备忘录上签 市长也多次在城会 公开提醒 若照应小微咨询 放水融机 市府恐怕必须负 土力法律责任 而据了解当时 柯文哲还说 市长要请听 判断给出意见 而内签文件 也在市府留有记录 这个基地 从来没有整体开发过 整体开发 是整个L型 可是西北角 从来没有参与过 金华城融机率争议 越烧越大 时任副市长林清荣 也在发声明 强调他当年立场 与都发局一致 都反对 威京集团主张的 六七九融机率 我要对得起 这些股民 对我的信任 金华城 正在营业的商家 对我的信任 我保证 我今天的质询 我自询送监察院 所以请你大声跟我讲 金华城的 金华城的这个用力 是什么用力 你不要给我模糊不清 照所有之前的公告 好好回答 他是公告上的三三特 不管是林清隆 林周明 在柯文哲第一任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都 严守了自己 这个职守 依照法规的部分 其实都告诉了柯文哲 前官员强调 文字口头多次提醒 就看柯文哲 如何继续说服法官 自己真的不知情 TVB新闻 无愿权挺台北中报道 太夸大了 不要 7点11分 一出家门 看到媒体都在等 柯文哲笑说太扯 心情看来还算平稳 到北院前还是先到位 在台坡大楼的办公室 除了党内干部 还有律师培 先商讨对策 准备好了吗 你今天才找到 他觉得被逢政生背叛吗 8点55分离开台坡 柯文哲面临二度激压题 民众党应变小组 也紧急召集会议 做出声明 全党挺主席 这么长时间的压迫跟欺凌 但是主席的心智 非常非常的坚强 我们没有办法容许 赖清的政府 竟然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再践踏台湾的民主法治 矛头只向赖政府政治办案 民众党也要小巧冷静 毕竟这场情战 不能再发生意外 但上回鸡鸭亭 就传出柯文哲决定 就算被北院裁定交保 也会聚保 因为他认为 自己没设贪货图利 那这回态度是否动摇 适当时机再向大家说明 台面上民众党依旧说 不做沙盘推演 待司法结果 就连党绩也还不是时候 民众党刚上检方 权力捍卫 柯文哲清白 TVH宣传中家 南丽亚南 杨佩玮台昌报导 身为科主席 真实评论员毛孝庆 到北院人口举牌抗议 找大批警力强制驱离 不相信体制法 二十七条 驱逐必要的软与车辆 连路过都不行 不敌警力驱离 整个人跌倒在地 与他随行的 是国民党前文传会副主委 令宏庆 因为上回 柯文哲开家庭 小草门占据了 北院门口的博爱路 如今警方严正以待 不容许抗议民众 越雷迟一步 只是声援人潮 似乎与前几天有出入 民众党是说先让柯文哲去开庭 干什么时候去开庭就去开庭 先开庭 那如果真的被这样压了 他们就要用游行的方式 然后到时候会号召 所以大家稍安勿照 目前是管制的状态 假设有民众在场 有拿那个标语来叫嚣 那我们会依照警察宣言行事法 把它驱离到适当的地方 就怕小草的 行序失控在北院外投入出了 四百名警力戒备部署之外 现场还放起了铁栅栏跟巨马 不让一般的民众进入博爱路口 要进入里面 必须要出示证明才能通过 只要柯文哲的政治生命 没脱离险境 小草门的心情 没有一刻平静 这个政府多怕人民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